我们这个核心第四课的一个最后一部分是讲lietter组件那些类的一些属性 一些静态的一些属性 这说的是这个一个问题 那么之前我们讲了一些类方法 对吧 然后呢说类的属性在ES6里面没有实现 但是呢lietter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功能 而且呢这个类的静态属性是有一个大大的一个作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使用的这个静态的这个属性呢 叫做default propose 叫什么意思呢 默认默认的意思 默认参数是什么 那么它就是呢 是设定一个默认的propos 在我们组件没有被传入propos时生效 避免了没有propos导致报错的一个问题 你可能说这个写法对吧 在ES6里面其实是不受支持的 但是ES7可能就是ES8也可能支持 那我们在写lietter的时候呢 其实因为有一个barbill的关系 所以我们用的其实也不纯粹是ES6的语法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那这个例子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写demo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来创建一个新的一个组件 我们更简单点 我们写在这个app.js里面 这样更简单对吧 就不用引诱了 class.demo2 instance.components 那么我们这一个组件呢 很简单 它只有一个lander方法 lander方法 它会把 return一下 它会把它的this.propos.title 渲染出来 或者我们这叫title组件吧 好吧 那一个标题 对不对 它会把这个传递进来的标题打印出来 那么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把后面的代码都注释掉吧 为了方便 好 注释完之后 我们就简单引用一个title组件 因为我们在这使用了this.propos.title 所以我们要传递这个title给它 等于 这是一个标题 咱们看看chrome里面的效果 这是一个标题 OK 没有问题对吧 因为我们传递了标签属性给它 或者传递了一个参数给它 它接收了之后 放在这里面了 那么现在问题是 如果我们没有传递这个title 那么什么都没有 这是空 那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有时候是需要 一定要显示某些内容的 对吧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defaultpropos来实现 那我们来推荐一下es6的写法 或者es7的写法 或者说react的写法 static 叫做default fault default 等于一个对象 等于一个对象 那比如说我们设置默认的标题为什么呢 这是默认标题 OK 让我们保存看一下 可以看到即使我们的这个APP里面 并没有给这个title传递任何的propos 对吧 没有传递任何的参数 我们这里还是能显示 因为我们设置了一个默认的一个propos 就是默认的参数 里面呢 携带了title 那这次使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使用这个默认的标题了 这是第一个 那么你如果不喜欢这样的写法的话 你可以用之前我们比较标准的es6的写法 title 不是这样啊 default defaultpropos 等于title为这个默认 默认 对吧 换一个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这样呢 一样可以生效 因为他们两种写法是等价的 但注意这种static的写法 并不是es6的标准 es6里面并没有实现 一个静态属性 它只有静态方法 所以刚才那个代码 如果你放在croom里面测试的话 是不好使的 可以报错 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写呢 因为它往往间用动物标准 reactor呢 也有一个编译功能 对吧 那具体编译的是哪个版本的呢 这个大家可以去上网去了解一下 那么我一般呢 写会写这种static方法 因为呢 那我们一般呢 会把它写在static里面 因为这样跟主件看起来 更像是一体的 对吧 defaultpropos 等于title为默认 参数标题 OK 那这种写法呢 咱们就不使用了 好 这是第一个 默认这个defaultpropos的一个作用 那么下一个什么呢 下一个是类型检查 propos types js有个很严重的问题 对吧 就是大家如果详细写得多 会发现 没有类型检查 会非常的麻烦 你无法确定 传进来的参数 类型到底服务你的要求 比如说你要求一个字符串 那它给你传了一个数字 但js里面呢 没有办法就这个类型检查 没有类型检查 在开发大程序的时候 对吧 灵活就变成一种类罪 会导致很多错误 所以呢 我们一般会用propos types 这个静态的属性 来做类型检查 而且要注意 这里是结合了第三方 propos types 酷来进行检查的 以前liate集成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类型检查工具 但是呢 后来遗弃了 所以呢 现在我们只能用第三方的工具 怎么去使用呢 首先我们把这个程序 在这里点一下加号 新开一个命令行 然后cd 记得一定要cdemo3 然后怎么办呢 npm install 安装一下 对吧 安装这个propos propos types 对不对 然后呢 杠杠save 添加到我们这个开发环境里面去 好 在我们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首先 在我们需要使用的地方 首先先引诱一下 import 对吧 引诱一下 我们这个propos propos types 在这里呢 我们是用大写开头 对吧 这是一种习惯的 也没有关系 然后引诱这propos types 这个酷 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去写 做这个类型检查呢 对于类型检查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在我们后面用了redux之后 或者说我们用context的时候 必须使用类型检查才会生效 不然的话会导致一些问题 对吧 它有一些严格的规定 好 类型检查做法很简单 就给它定义一个静态的propos types 这个属性 那么我们先来试一下 static propos types 大写的t 等于什么呢 在这里需要说明你的类型 比如title我们要求什么呢 我们会用propos types这个酷的 它里面会有很多种类型 我们看到any是任何类型都可以 这是任意类型 数组 布尔形 一个element 一个函数 一个节点 一个number等等各种类型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要求指定的是stune类型 这个有些js基础同学应该都知道 js里面的类型是规范 stune类型 好了 那我们再尝试给它传递别的东西 传递title 等于一个字符串 0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 现在会怎么样 它会报了一个错 它说inval错误的类参数 title of type number 对吧 它说了 我们现在期望了一个stune类型 但是呢 你给了我一个number类型 虽然我也能给你正确显示出来 在这边 但是呢 我告诉你这是错的 对吧 因为我们在这里啊 我们在这里是做了一个类型检查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在开发的时候 要一定要注意类型检查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程序越来越大的话 你类型会越来越复杂 你自己也记不清 所以呢 做一个类型检查 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那类型检查写法呢 很简单 就是引入了一个第三方库 叫propotypes 然后呢 再给这个组件 设定一个静态的propotypes 对吧 然后告诉他 你要设定的这个 做这个类型检查的 这个参数的这个名字叫什么 比如说我们要对title 就是这个类型检查 然后呢 我们指定了 要用这stune类型 对吧 在这个propotypes 这个类里面去指定 这stune类型 OK 然后呢 这样做一个类型检查 那么我们传递一个错误类型之后呢 会报警告 对吧 或者直接报了一个错误 这是我们一个类型检查的一个问题